杨老师您觉得这演喜剧跟您这演证剧有什么不一样呢 喜剧的难度更大 对一个演员来说 喜剧其实要求演员要更加更加高度的认真 我还是比较注重人物 我觉得人物他如果有个好的故事 有这个剧情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不用考虑包袱他 该想的时候他一定会想 我一直是很留恋话剧舞台 对这个舞台我一直也有一颗敬畏的心 话剧舞台是最磨练演员的 一个演员其实特别特别要珍惜在话剧舞台上这种机会 这个不是说每个演员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让你去能够锻炼能够锤炼自己 在两个小时之内让你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 难度相当高 丽丁你听了杨磊老师对艺术的见解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现在特别害怕你问我问题 那个傅强老师你觉得想说点什么吗 我完全同意杨磊老师说的 我也完全同意杨磊老师说的 我说的什么 就是要认真 我的感觉是什么 在相声剧表演的时候呢 需要把节奏比演话剧要快一点 然后呢那个对人物的判断反应呢 也比演话剧稍微要快一点 然后呢在可以出效果的地儿 但是不能硬出啊 给他稍微地点一点 说实话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跟水老二 因为他演我亲家 这次我跟他搭戏确实有一点全新的感觉 他的那种演法吧 不是特别演员 你明白吗 演员 就是不是演员 刚才他是杂褂的 我们这杂褂都习惯了 他使的是包袱刚才 这是个包袱 而且我们王团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这就实话实说啊 个子确实矮你知道吧 然后呢他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动作 你知道吗 他在台上的时候 他要把自己的衣服露到这儿 露着大胖肚子 肚脐和那个坠肉全都鼓出来 别死我了 他还老搓泥 有一场戏给我乐得不行 就是他跟我吵架你知道吗 吵完架就是你这城里 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得了什么 最后走的时候 弹把那妮儿弹给我 宋妮有没有补充啊 他说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郭岳演戏很调皮的 跟他演对手戏的呢 他丈夫是一个秃子没头发 傅强呢没多少头发 这随了二也没什么头发 只要是光脑袋他就打 一会儿给他一下 他在一行之内一会儿再打一下 是 谁打头了是谁的 郭岳总是先用手 下来就是说 是郭岳老师 您插一个 郭岳老师最经典的就是他 他准打一个地方 一点不再跑偏的 这还特别想的 我排了一个多月 我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头发了 真的 我觉得这是剧情使然啊 但是故意打人家 所以说调皮啊 有这种松弛非常棒 让千惠多说几句吧 我呢是一个外来人 然后来到这里代表的可能是一股 清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 那你觉得就这些老师里面 你最反感谁呢 你这不挑事吗 我最反感你 我没有在这些老师里面 你看聊了这么多 我们一方面觉得啊 这个戏非常出色 而且另一方面呢 他们对艺术这种精力求精的 这种认真的态度 可能一代代传承 造就了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队级别的团体啊 最后啊 再问洪坤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戏最后成功了 是您高兴 还是我们的男一号郑剑老师更高兴 我觉得一个戏肯定是郑剑老师最高兴 把一部大戏扎扎实实得到观众的任何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这是无上荣光的一件事 那这戏 这戏没法演了 就让郑剑老师自己演 好 这包可以吗 这包 吃包 没错 郑剑老师你成功了 来 进个掌吧 先听着啊 我首先感谢球运局这种挑拨离间 我认为我们演完了 全体演员能让我们观众最高兴 这是我们才能高兴 您这个挑拨离间啊 失败了 好 好